等一下 阿甘平安 這是我第三次做見證 但是還是很緊張 昨天都睡不著比較好事 希望等下不要理不理事才好 那我想我現在就開始來 找我的這個人生的故事 那我不是彰化人 我是在基隆出生長大的外省小孩 那我爸爸媽媽都是從大陸討過來的 他們是浙江人 兩位都是浙江人 那我有一位哥哥 我哥哥是大五十歲 但是因為我哥哥不喜歡讀書 他只是從小 就國中畢業之後 他就出去外面工廠的事情 那爸爸是船員 但是他是船上算是服務生 雖然是最低階級的 那所以那個時候大概就是 平常家裡面就是我媽媽 跟我兩個人生活 那我媽媽因為我們家附近有廟 所以我媽媽常常去廟裡面 幫忙煮飯什麼的 那他有的時候在基隆有一個很有名的叫十方大爵寺 那他們可能一年當中都會做一些很大的訪事 那他就會帶著我去 因為家裡沒臉 那可是我去到那裡 那時候還小 我小小的心 真的是受不到沙灘 為什麼 因為那個廟裡很大 然後他那個佛像就很大 然後應該是十八樓 還是什麼不太清 就是那個面目猙獰 然後我每次去 我每次都會被嚇到 躲在旁邊 躲在媽媽身邊 所以去了一兩次之後 我就跟我媽媽扛 你們說你不要就帶我去 我會害怕 那這個就是小時候 因為我們家裡面是屬於佛教的 那因為家裡面的環境不是很好 所以我從小我就告訴我自己說 我要認真讀書 我一定要好好的 就是到時候去賺錢給我爸爸媽媽用 那當然我就一路上就讀書就很順利 小學國中高中 我是基隆旅中畢業的 那後來我就考上了國立大學 那個時候我還上好 因為那種基隆旅中的程度很差 你只要上基隆旅中 一般來講就是你上了大學的 所以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大概抱我幾輩子 抱我大概三天 那上了大學之後呢 其實我有很多的同學 他們都是基督族 可是有機會沒有人跟我傳福音 那我只知道 我印象中只知道 學校附近那裡有那個校園書房 然後有懷恩堂那一些 那因為沒有人跟我傳福音啊 所以我對基督教徒完全不了解 只是印象中就是小的時候 跟鄰居的姐姐去教會拿糖果 比乾淨四樣子而已 那所以到了大學的時候 我會跟我同學在聖代節的時候 我們跑去懷恩堂聽 因為那天會有節目 所以他們就會望妮莎會唱詩歌 那我們就會坐在這個公園聽 那那個時候就覺得好開心 好喜歡聽聽聽的聖歌 那大學畢業之後啊 就很順利的工作 然後跟我先生結婚 所以結婚之後呢 我們在台北壓了兩年之後 我們就搬回來彰化 那我先生他就在我公公跟婆婆的 那個透淵處的一樓 就開啟了牙醫診所 那我也非常幸運的 能夠在京城中學找到教師的工作 所以那然後我們兩個就是每天非常的忙碌 那兩個小孩 然後姐姐跟弟弟這樣子 所以一直到十年前 不好意思啊 我四十六歲 十年前就下午十六歲 所以在四十六年前 從我小一直到四十六歲的時候 我的人生是非常的順利的 我只要努力 我就會有成就 我就會有收穫 那可是就是在十年前 我的人生開始有了轉變 那這個轉變從哪裡開始呢 十年前我記得是十年前的海將 那個時候剛好我學校 很奇怪 那一年不用上輔導課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兩個人 我們就去到英國 去拜訪我們英國的一對朋友 就是夫妻兩個人 我們去拜訪他們 那在我們聊天的時候呢 這個先生 這位先生 Tim 他就跟我先生講說 欸他的習慣也會食道滅流的問題 那我先生就說 欸好啊 那你要不要我們就回來台灣 到他的母校台北醫學大學 去做一個檢查 他說你回來檢查 我跟你一起去做檢查 好 那我也是二月的時候去英國 那很快的 他動作很快 他三月他就回到台灣 那我先生就幫他安排好 那就我先生跟我先生的二哥 還有這位Tim的朋友 幫他一起去做檢查 結果其他兩個人都沒事 我先生就中轉了 那他檢查出來的就是 肺腺癌第三期 哇聽到這個消息的當下 整個人都昏了 那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的人生不一樣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當機立斷 雖然我教書有收入 很好的收入 然後也有寒水這樣的假期 然後我孩子不輸 又可以減免這些好處 但是我東方向 我決定先留職停薪兩年 那兩年時間到之後 我就一然決然 我就死掉了 然後我就陪著我先生做治療 那治療的前四年 一切都很好 都非常的好 一切都是在掌握當中 就是每三天月 每三天月回整一次 那在這四年當中呢 其實我也接觸到很多的宗教 因為我們英國的朋友是一貫道 所以他一貫道 然後同學還有佛教 然後還有基督教 這些當然 如果有阿拉的話 當然我也會去信 因為只要是對我先生有幫助的 我覺得我都會去接受 當然神越多越好 好 那時候就 念佛經啊 迴向啊 然後獨身經啊 這些 所有的該做的我都做 那在這四年當中 其實有一個時間點 我開始接觸到我們唯一的真神 就是上帝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同學給了我一本書 就是天似良緣 這本書麻煩去寫 這本書小小一本 我也有帶來天似良緣 他呢 我同學跟我講的這本書 比聖經 讀起來的話 比較容易讀 他你一天一篇 他是中英文被照 那 我也喜歡 所以我就每天讀 好 每天讀 但是 讀到有一篇的時候 我整個人跳起來 這個我嚇一跳 那個麻煩你去寫一下 這個字很小 他上面是寫說 我一開始 一開始就提到我的名字 就是惠珠 惠珠雖然知道 應該參加教會的聚會 但是他總是千方百計 找藉口而不去 讀到這個之後 我就核對一下右邊的英文 因為這本書 他中英文被照的話 他的人名全部都是直接翻譯過來 如果是Helen就叫做喊的 Mary就叫瑪莉 那奇怪 這個英文叫做 Maryland Wreck 完全不是我 惠珠的翻譯 結果我就正常出書 他上去看他左左右右右 我翻了一遍 這個編者我並不認識啊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惠珠的名字 所以當下我就想說 全身起 記了一個檔 說是不是主耶穌在跟我說 你應該要去教會看一下 好那我就拜託我 金城同事的太太 就帶著我走進了教會 那這個教會是在中央路朝旁邊的那個 向南教會 那個教會比較少一點 但是離我家比較近 那我就去了八個月 那我也是每個禮拜很認真都有去 然後還有週間還有小組會議 可是問題是他們講到的時候我聽不懂 因為他們是那個時候李牧師他是台語講到 我大概只聽得懂一半 所以就覺得其實也蠻痛苦的 聽不懂的話就覺得就只有看歌TV還聽得懂 那所以再加上其實我覺得我還蠻堅強的 因為那個時候我問我先生萬一你走的話 你要用什麼儀式他很直接跟我講佛教 那這兩個原因我就沒有再去他們教會了 那然後 頭四年我剛剛有提到說控制的很好 但是第五年的時候呢 他的狀況病情就變化了 那一年365天當中其實 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是在台中工作 那我們幾乎一進去就是四十幾天五十幾天 那時候真的是很很絕望 我覺得人生是沒有希望沒有盼望的 那我會把那個佛教的書放在我先生的旁邊 放床上 我就把我這本書放在我的床上 我每天可以點 那常常的就是帶我先生快要走的時候 我常常趁他睡著的時候 我會到我們走廊看著窗外 因為我那個窗外是可以看到東海大學的校園 我就看著窗外看著晚天想說天啊 我先生也好不起來了 他什麼時候會走後面會變成怎麼樣 我就會失去他 然後那時候真的我覺得人生好苦喔 那後來我先生就真的離開我了 那離開我之後其實 因為我在跟著我先生在醫院大概就是有 將近一年的時間 我記我的身體其實也是蠻疲倦的 可是因為他我先生他希望使用佛教的儀式來辦他的這個喪事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我是心力僵脆 因為我身心都很疲憊 很辛苦 那時候大概持續前前後後什麼投資什麼念經 三個禮拜 那其實那個時候的當下 我心裡頭就說 以後我自己要離開的時候 我絕對不要用佛教律師 我要用祈禱教 那時候我心裡頭就決定了 可是我 我還是沒有走進教會那時候 那我覺得還蠻幸運的 現在想起來真的是要感謝祖 我先生是四月底離開 那很快的 我同事就幫我找到了學校 精神中學監課的這個工作 所以我七月份我就回到學校繼續去教書 那因為我到學校去教書 然後監課的話生活就是有了重心 雖然我深深離開我 但是我有重心 所以慢慢慢慢的 我就走出了那一個傷痛 可是我覺得老天 那個時候是覺得老天也跟我開玩笑 結果就在我生活整個很恢復正常之後的一年多 我發現哇天啊 我自己也得到軟了 我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我的兩個孩子才剛失去了他們的父母 母親 現在他還要失去母親嗎 其實我拿到報告的那一天的 晚上大概六七點的時候 我不曉得該怎麼辦 我想起來我的大學同學 楊台恩 畫老師也認識的 他曾經跟我講過說 你們中山路 彰化中山路有一間 有福教會 他是華語堂 你有機會可以去 我印象中就想不到 那所以就那一天我就來到了教會 那剛好好像十年起大哥 他就幫我開了三樓的電燈 我就坐在椅子上 面對著十字架 就一直哭一直哭 我幹怎麼辦 我幹怎麼辦 我又要經歷一次嗎 因為我先生第五年的時候 他那個慘狀我是看在眼裡的 整個體重下降 從能走路到不能走路 從人夠自己上廁所到不能夠上廁所 這一切我都看在眼裡 所以我想說 難道我自己要經歷這次嗎 我究竟要不要治療 那在那邊大概待了十幾分鐘之後 我就回家了 回家了到了隔天 也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 我就說好 我就再賭一次 我很快的我就回到學校 就是把我的工作 有些事情交代一下給同事 請他們幫忙 很快的我就辭去了 那然後我就 就開始了所謂的second opinion 就是再去找另外一位醫師 看看就是我應該怎麼做治療 結果非常幸運的 我找到了 我覺得跟我很合的那位醫師 是在中國醫藥大學位的王醫師 他給我的 他人很高大 然後都笑笑的 然後他給了我一個安定感 他就說 我就跟他講到我先生的情形 他說你不用煩惱 他說現在有癌的治療 其實是很好治癒的 你只要聽我的話 我們一步一步的這樣子治療下去的話 活個十年二十年都不是問題 我那個時候真的是吃了一刻電信丸 那所以我就開始了 為期一年多的治療 那感謝主 其實這治療的當中 除了頭髮掉光光之外 我沒有什麼醫生副作用 所以都還是很正常 不會說食慾不振啊 很疲倦啊 連都沒有 都沒有 那在這一年多的治療之後 其實我覺得我是很感恩的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感恩神 就是非常的感恩 我珍惜每一天 然後我就過著非常養生的生活 早上每天 每天早上一個小時的運動 然後也盡量在家自己煮來吃 然後晚上很早的睡覺 早睡早起 然後一直到現在都是每三個月回診一次 然後每一年的年底做一次大人的一個檢查 這樣子 那好 既然我就已經非常正面了 那我是用什麼原因 我就會來到永福教會 其實有兩個原因 應該就算兩個 第一個的話就是在我做完治療的時候 我有一次的同學會 大學同學會 這個大學同學會 其實我本來是要去安慰我的一個同學 因為他們是住在美國 那他的兒子那個時候17歲 因為憂鬱症的關係 從他們的功率讓我自殺 那個時候大概是11、2月 那我們的同學會是大概4月 所以我想說我要去到那裡 我要給他一個擁抱 我要安慰他 因為我能夠了解 失去親人的那一種痛 沒有經歷過的人是沒辦法了解的 結果很奇妙的是 那一天我根本沒有時間來安慰他 就是我變成是我 我跟他先生在談 他呢跟另外一個同學在談 結果他先生就跟我講說 上帝怎麼樣在他失去兒子的這段時間 安慰他 所以是跟我講 上帝在他身上所行的 先神蹟奇事 然後他就講著講著 剛好我們就是幾個同學 其中還有一個傳道人 所以他們就說 嘿你要不要覺制 我心裡想 這有什麼難得 因為我本來就是決定 我要親近主耶穌 我要覺制啊 那這個先生呢 同學先生那時候 那該是我幫你洗禮好了 蛤 這樣也可以洗禮啊 他說這有什麼關係 然後他就用一杯水 他說好 他就開始覺制導盪 他就去幫我洗禮 然後我就覺得有一點莫名其妙 心裡不是牧師的事情嗎 不過就這樣過了 那過了之後呢 大概沒多久 我的一位好朋友 他又傳了一個LINE給我 他是很虔誠的佛教徒 他就警告我 他說你最好給我趕快決定 你究竟是要信佛教呢 還是要基督教 因為你總要有一天會離開人世 那你離開的時候 你有一個宗教的信仰的話 你才會害怕 我心想這有什麼難的 只是我比較懶而已 我一直都沒有走進教會 我雖然心裡頭一直決定 我要信阱到信阱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走進教會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既然你已經LINE我了 我就要總給你一個交代 而且那個時候 才前一兩個月 我自己的大哥才剛還波喜 我又經歷過一個失去親人的痛 所以就這幾個三個原因之下 我就決定要來永福教會 結果有一天像 我就來永福教會 我就先來探路嘛 然後就痛到千惠牧師 然後就跟他詢問了 這個做禮拜的時間 然後那天那個禮拜日我就來了 那來了之後呢 本來這個禮拜完了之後 我已經要離開了 可是我突然心裡頭想說 這個聖經我完全都沒有讀過啊 我總要了解聖經 所以就看到 欸這醫師正在那邊 我就跑去問他 然後 這醫師我想要讀經 然後他就跟我說 哦讀經啊 你有沒有一些基礎 我說沒有 他說好那你先來問這一個小組 所以他就把我帶到了 淑貞這一組 好路德小組 那這個小組那個時候好像是 眾人你們都在是不是 然後他們就邀請我進到送門 我心裡想 我很喜歡唱歌 這當然好 好因此我就進到了這個送門 然後就很棒的 我就持續的一直親近住 一直到現在 那個時候是五月 然後現在是六月 所以我經常也比較會 是一年的時間 一年的多年的時間 那這個改變是什麼呢 我覺得改變是 我覺得我 雖然當初已經走過了 走出了那個傷痛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更懂得如何的交通 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就全部丟給耶穌 就像我今天會很緊張 我就說 主啊請你把平安放在我的心中 那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最大的改變 不好意思 再用這麼多的時間 謝謝 我覺得說是 透過了恢復這個見證 實在是很感人 欸 我就做一個簡單的小小的回答 什麼叫見證 见证是人向神回应他的恩典 向神是回应他的恩典 向人是述说神的同在和奇妙 然后见证是向自己 其实是做抉择 找到人生正确的方式 我觉得说他在欢喜总成长 人生是需要 我们是在愁苦中过日子 还是在欢喜总成长 我觉得这是个我们自己的选择 这次你可能有第一次来的 或者说还在怀疑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下面要请俊杰弟兄来做见证 我都放我话听到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接下来我用这个 那大家好,我叫俊杰 不好意思 我是上礼拜才知道说我要来做这个见证的分享 然后因为我上礼拜没有来教会了 所以就变词派 所以这要常常来教会 要不然是下一个事实 那刚刚来的时候呢 我跟就是看到贵述老师在准备一些资料 那我就稍微跟他聊一下 说那你现在有没有准备有同片啊 那怎么样怎么样 就稍微打听一下提琴 然后他就会想说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准备啊 那我想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可以大概放心一点的 放心一点的 结果呢 老师真的是老师啦 没有准备什么资料 但是讲到我好有压力 讲到我好有压力 下一次呢 要见证的时候请排第一个 请排第一个 对真的 好 那我一开始之前在哈拉拉 那我在上礼拜知道要见证的时候呢 我就告诉书记说 我是第一次在教育里面做见证的 那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去做见证 所以我就去把我身上 家里的衣服 裤子、鞋子 把所有的新的东西 真正我一新的 鞋子新的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事讲说 我应该要用固扬的style来做一点见证 是不是要算假的 不是 好 再来一次 就是 碍于硬体上的设定组 所以我才算是这样子 好 下一次如果有在音乐的时候 我再做更好一点的事 好 所以 我见证可能会 可能方式跟老师不太一样 有时候比较随心一点 那刚刚那个 花老师还有那个 牧师来问我说 那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六种 我就开玩笑说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了十年 十年 就在等今天 就在等今天 然后他问我说 我没有睡好 我睡得很好 我睡得很好 因为我平常都在熬夜了 那昨天晚上做到团队 我今天也是负责团队 然后做完之后就赶快 赶快去找我的灵感 因为一般白天要处理这些事情 根本就没有 都是通常都是晚上 那开始进入了见证情绪 那首先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书 仪雅跟老师同样有准备书 那这是什么书 有关工程科学的一个统计 一个统计 那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书 因为在座的各位 男士可能只有占十分之二 达五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左右 那我为什么会提这个呢 因为男士 男生通常都是比较理性的 什么叫比较理性 就是这个 要有依据 要有依据 统计什么 统计就是要去统计以前的资料 统计以前的数据 去预测下一步 他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好像是这个图 他的蓄势是这样子 那有可能 有可能是说 我等一下自我介绍 他这个曲线图是这样子 那突然间如果啪 这一点发生出来了 跑到这边来了 那他会想 会不会像刚刚会 会说老师在先生 啊 我的先生 我自己 要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男生在这一块 都比较 通常比较理性一点 不像我的开探 小威 好像是两个感性的一个人 好像是两个片派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 非常的一个搭配 绝家的搭配是什么 所以跟大家想说 其实男生要信主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障碍 很大的一个障碍 那所以 但是当他信了主之后 要脱离这一点 要破离土的怀抱啊 那就是更加的难了 因为他已经信了 他已经信了 他已经知道说 这个土的预测 可能会有意外 所以他就是 这个意外要怎么去处理 那可能就是要靠我们上帝的 上面的神 来帮我们做一个 做一个 做一个 处理 解决 那 这是我一开始的 跟大家的一个分享 那 接下来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因为在座可能大家还不是清楚 我的工作 还有我的 我不能做什么 大家可能只知道说 我是吴小薇的先生 我叫俊翔 礼拜天就是来这边服侍 后一片摄影 这样子 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背景 我自己的背景 在上大学的时候 大概是2004 那一段我在大三的时候 认识了小薇 认识了小薇 对 那其实那时候 耶稣就有来跟我敲门的 因为他那时候是信耶稣 那我那时候会 会去接触到 小薇人 会进教会人 因为当初一开始的动机 不轨 不怀好 对 所以那时候 第一时间就认识了 知道有这个东西 知道有这个东西 但是知道之后 那说话 因为平常我也是 在家也是 爸爸妈妈都是 拿下拜拜的 那 他们去拜 我就跟着拜 我住嘉义 那最隔壁的一个庙 最大的就是 南昆森 南昆森 如果大家有去的就知道 就是跟着去 妈妈去 爸爸去 村庄有大活动要拜拜 我就跟着去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拜什么 反正就是拿个箱 他们知道有两个箱 我也不知道 然后 他说 呃 雅丁 就像我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所以就这样子 到了 呃 大学我自己搬出来之后 自己的 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想要去寻求 呃 到底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一个身为一个工程师 专业的工程师 结果就问 为什么 所以到了 07年一开始 我在雷伍 一开始我的工作 就是在研发部门里面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 会跟大家 修那个统计表 因为这是我每天的生活 每天的生活 那 你看我的 我在公司的名称 就是雷伍 所以我从毕业到现在 都是在同一家公司 那就是从一开始的工程师一直做到现在的植物 那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为什么今天会想要跟大家见证这一点 因为 我的工作上看起来很顺遂 很顺遂 从2007我毕业 硕士毕业 同路进入职场 到现在2017年 接近10年 呃 8月就满10年的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 几乎每一年到两年我就晋升 每一年到两年我就晋升一次 对 那我会觉得是 诶 我好像是 人生的 我在人生的胜利主里面 那 为什么 为什么 呃 我这么顺利的时候 我还想要相信这个 这个主业书 那其实最大最大的转变的点 在哪里 在去年 在去年 2065年 那在2065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前面更多了 但是前面那一年 我觉得我都可以 handle一切 在我的内部 我觉得说 这些都是小事 没有问题的 我自己处理就好了 但是到了 直到去年为止 2016年 应该说4月 那时候我在公司里面 担任 副理的一个角色 然后被发布的 副理的一个角色 对 呃 所以在公司里面就遇到一些很不顺遂的事情 那 该哭了也哭了 这个人小我也不知道 该哭了也哭了 然后 该放空自己跑去八卦山一天 不理蹊跷 也做了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心里呢 还是觉得 怎么会是这样子 在我的人生里面 怎么会是 这么的不公平 在职场里面 为什么怎么 这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我明明就是很尽力很尽心的一个人 那为什么会变成说 我好像被派到边界里面去负责一些事情 有点类似被嫁接 但是实际上我的职生是没有变的 但是我管理的人可能就变少了 有可能原本是十几个 那可能就变成剩下三个这样子 那我就会问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时候呢 就真的是心里很 不平衡 那很多负面的想法就出来了 那时候其实也是有来教会 也都是有来教会 都是有来教会 那为什么说 会想要更进入深入去了解的点 是在哪里 是在于说 那时候我自己 有在心里默默的祷告 因为小微一直跟我讲说 我就是要一套神 跟神祷告神 谁听你的话 那我当时就默默的祷告跟神祷告说 神啊 我都这么精心经历了 那为什么我还遇到这么不公平的事 你可以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理由吗 让我知道说我为什么这样子吗 就这样子一直这样 讲到直到我去参加音乐盒的一个聚餐 一个音乐盒的聚餐 这个 这个我再补通一下 诗诗作家里功课 让心悦术可能空机盒 空机盒 一同进学来看 然后可能只有1.2% 那直到我去音乐盒 去抽到一张钱 那时候其实 这一直一直在问我们说 你要不要上台来讲你无签怎么样 怎么样 我想说 其实我已经每次都有抽了 我就想说 我不要再再验证看看 其实这个已经是 不知道第三章还是第四章了 我把比较经典的拿出来 那我就一直在等 这张应该是倒数第二章的 那时候是 我都习惯写上面 然后是什么节日 在今年的2月 他就跟我讲说 要信任我的师祖公立的主 一切受区的人 都要深淤的日子 一切受区 我刚刚讲说 我在公司受到很多委屈的人 要深淤的日子 我知道哪里有压力 哪里有重疾 不要委念 反而是要证明你 敬得起考验 配得起奖赏 类似这样的话语 再次的跟我讲 再次的跟我讲 那时候我受到的事情 我也很胆怯 我就不想上去 跟大家分享这一段 因为我一直在验证 神跟我讲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第二次 应该是最后一次 我刚刚讲这前面好几次了 这个是5月17号的母亲节 这个我都会留起来 我希望大家也留起来 因为这很十年后 再回来看这些事情 我觉得真的 真的是这样子 那到5月之后 他又跟我讲说 你若甘心听从 必吃地上的美食 不要相对圣灵的感动 一切意念一直鼓励你 一直在鼓励我 现在是行动的时 行动的时节 类似这样的话语跟我讲 那 我为什么特别挑战 你这样来讲呢 因为在我的工作里面 我刚刚讲的那件事情 是在我去年的事情 那到了今年的5月 真的4月底5月初 我就忽然收到我们上层的电话 就说 诶 俊姊恭喜你 啪啪啪啪怎样 啊未来这个部门 可能就是要等你待你 就是回到这张 到了5月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这张 我觉得更不可思议 哇整个命中在我心里面的话 所以我很期待 我很期待 下一次的 应该是复兴节 我再抽一次 他会抽到什么 我非常的期待 那我也鼓励大家多去参加 就是这样的 有抽福签啊 有这样的聚会 大家可以去分享 所以经由这几次的一个福签 上帝跟我讲的话语 我就觉得说 嗯 真的时间到劳 我可以哦 真的可以 所以 当然这是有前通一个顺序 因为我在去年的8月7号就受洗了 那时候受洗的动机 就是很单纯 我心里受到的挫折 我想要有一个依靠的东西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要找谁 那小微一直在 我们一直在音乐盒嘛 对啊 那所以我就好吧,那我就跟著 當初的動機是這樣子 當初的想法是這樣子 那知道說一進來,就發生了更多 不可惜的事情 那會讓我覺得說,這是一個信實的神 那我再多另外 見證幾個 幾個點,第一個是 我工作 都非常的晚 那很多事情 也是這樣很不順遂 那真的有一次啊 我做到凌晨兩三點 我快哭出來了 因為圓班是要做很多 新的嘗試 我快哭出來,為什麼都做不出來 為什麼都做不出來 那時候我就靜下來 我就跟神講說 神啊,為什麼這樣子 那時候是用求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不好 經常就要祷告了,我是說遇到問題 才要求 我就用求的 求你幫我 講完之後 再去那邊 把機器打開 再做一次 那天我就可以順利回家睡一下 雖然已經連成兩三點 但是我還是覺得很開心 那天就要住在公司了 這是第一 就是信了祖之後 然後真的是有這樣的 一個傳聽到 有這樣的一個祭坡祷告 那神真的有回應我的話語 對 那所以 這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越來越堅信 這世界上真的有一個 這樣的愛我們的神 那 去年的八月 我才剛透露 才剛受洗相信這位神 那其實到現階段 我是屬於新造人 在耶穌基督裡面 是屬於新造人 那其實不只在耶穌基督裡面 在我平常的工作 平常的家庭 平常的朋友 其實我信了這個祖之後 我發現這些東西 都有在做改變 以前我是一個非常自無的我 那現在不會 現在應該說 不是完全不會啦 慢慢的慢慢的 因為我未來要扯的路 還很長 慢慢的慢慢的 我已經顧到未來心靈的規劃 我想要做一個可以目不良你的 的一個影響的人 對 沒錯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最後用一個 最後一個 聖經裡面的話語 來勉勵大家 鼓勵大家 那這個等一下再說 如果有人在紀錄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在更年多後數的第五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就跟你講 舊的事已過 現在就變成新的人 所以這是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 相信耶穌真的是不錯 不錯 尤其是男生 尤其是男生 所以這篇 詩子座 這家理工科 這家挫折 有教位 有屬靈的夥伴 在我們的小組裡面 有婆洲 有高靈 然後 還有 貴親 還有沒有人 有這些屬靈的夥伴 還有聖經的話語 那還有敬拜的歌曲 那我覺得說 這真的是一個 非常棒的東西 那這部分 就等於是一個 很棒的 很棒的耶穌 所以耶穌 我媽就擺到前面來了 剛剛前面是空之一盒 現在前面變成是耶穌 對 那未來我展望 我自己可以更為 更加 upgrade 一層 因為剛剛進來 我會認為說 我在這個領域裡面 也是一個小baby而已 那小baby又回到說 為什麼我在前面 幾次跟神 要的東西 他會給我 我突然有感動 想說 其實身為父母 父跟母的我 當小朋友 跟你要東西 通常 前面一兩次 他都會給你 給你 給你抬 給你什麼 但是當你滿滿的茁壯長大之後 他會 爸爸媽媽就會希望說 你要的東西 麻煩你自己想辦法去處理 那我現在 我會自己認為說 我前面這麼順 是因為我在這個領域裡面 我還屬於是一個小baby 所以神很照顧我 我跟祂要什麼 祂就真的給我什麼 那最後最後 我再建設一個 更奇蹟的東西 就是我 五月進生的時候啊 我就跟神講說 神啊感謝你 我的絲目已經 有調回來了 那如果我在我的心思裡面 可以讓我拖一點點就好 我就心滿足 那時候 很不可思議 我自己心裡面 定一個職喔 定一個職 然後結果 下個月要開獎嗎 開獎 下個月的心智要開獎嗎 當我打開心智蛋的時候啊 很不可思議 我心裡想的那個數字 跟我心智蛋裡面的數字 一模一樣 有多一萬小一萬在這邊 多一萬小一萬在這邊 多一萬小一萬都沒有 多一萬小一萬都沒有 所以我會覺得這是真的是不可思議 沒關係 沒關係 兩年後還是一條好漢 沒有啦第一年後還是一條好漢 上次我見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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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數字很小 上來會很緊張 結果每個人上來都病了 像慧叔一樣 對 像俊那樣 每個人喔 都是 吃不完 但是他都怕說這個 怕時間 還不夠 其實我還是有點難 其實還可以 有沒有人選啊 再繼續來接 有沒有 高零 是你啊 我是點本啊 每個人都有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是 見證是 唯一 上帝 眾生上的奇妙 我們真的需要 在每一天 常常 像等一下我們要唱 唯一詩 在每天我們需要 讓我們遇見 我們的生命被改變 這樣我們信仰才有價值 所說的話 我們的信仰 不是只是拜拜 拜拜 只要求那個神 尾音給我們賞賜就好 可是不是 我們修到最大的信仰是 你要被神改變 我們的生命 不但是什麼 要更新的 而且是能更豐盛 所以就像 俊賢一樣 他的生命是 越來越豐盛 上帝使他高生 上帝使他心想事實 可是呢 他也願意回應 他要怎麼變成一個 從心到人要變成人 帶領羊群人 給獻服 何等的需要 何等何等的寶貴 我們下面我們一起來唱一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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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心靈 話 我和等地需要你 需要等过你共在在我身边 每一天我需要你 提防于不甘地 每时刻我需要你 生命如与降临 这是我的高峰 愿我生命荡荡 会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高峰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其中爱你的心 这是我的高峰 愿我生命荡荡荡 会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高峰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其中爱你的心 我们要把握时机会 我们低头来祷告 主要我们要感谢你 求你使用你自己的仆人 你自己的使命 透过他们生命的见证 向我们说话 我都要保护我 祝您 教我 主 巴不得这时候 你也来光照我 光照孩子 光照这个每一个人 主要求祢的帮助 可以来回应祢的爱 主让我们更自愿意来更加地追求祢 更愿意更深地来经历体验 遇见祢 主祢圣灵的恩高在我们身上 主在每一天的日子里 主让我们生命充满了光彩 充满了奉顺 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更新 不断地成长 主怕过去这时候 主祢向了每一个人来说话 主这句话就针对孩子的需要 就针对孩子的问题 主祢的话语这时候是一样的 还有这里有一些可能 还在信仰的路上徘徊的 主这是一个时候 祢愿不愿意向神说 主啊我愿意接受祢 我生命要有奇妙的改变 我生命要更丰盛 如果你愿意 这时候来向主说 主啊我愿意接受祢 祢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让我的生命不一样 祢做这样的祷告 上帝就要赐福你 就要改变你 现在的主 我们的需要 我知道 祢发过去这时候 祢想赐每一位 祢是祢的恩高 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身上 那我们被主的话语 触摸 祢我们要进到祢里面 祢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 祢就要清醒了 祢发过这时候 祢赐福每一位 那是代理念 祢我们实在是需要 需要 祢我们就是坎南无决 在那里 是人口中 向祢的求 祢拿无上的恩典 我们感谢 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礼 阿们 好 下面呢